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大革命 他為什麼不讓我去對面 唉 過不去呢 啊 我沒有要打 來不及 應該要學技能喔 我沒有看到那個技能啊 我沒有看到那個技能啊 我死掉任務就都不見了 有點困擾 你繼續撿東西好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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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在這裏 掃到尾巴 這裏 是尾巴 不是往反方向推,按跳應該就會回跳了嗎? 以前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 以前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 我又撞到士兵了 啊!我又撞到士兵了 啊!我又撞到士兵了 啊! 討厭 下五二棒 我要怎麼下五二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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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還會殺到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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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女士 是很好的 你不要招待 那位女士 你快點 我招待 她是厄的 要不要招待 你招待 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 呢 原来是这样 我拔枪就可以了 理论上次往回推就可以跳啊 它上面有什么弹墙 感觉就是有这功能 那我就做不太出来 我也觉得 外面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你们有听到吗 是什么飞走了 这边有红色宝虾 你会把你抹拒绝了 你把你抹拒绝了 你把你抹拒绝了 你抹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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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這也太快了吧 我可以放棄嗎 我可以放棄嗎 這解不開啊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去追那個橘色的 哇 燒 這樣能撿的寶箱好像都撿完了 我就 解鐵任務吧 從這個開始好了 不要啊這個比較近 我從這邊開始 欸 欸 聖米歇爾橋 大約在西元1378年 英法百年戰爭的休戰期間 這裡興建了第一座橋 這座橋是以附近一間聖米歇爾小教堂所命名 位於杜萊宮的圍牆內 同時這也是街道的名稱 這是第一座連接城市及左岸的固定橋 就像同時期的所有其他橋梁一樣 這座橋相當脆弱 而且時常因洪水而遭沖毀 法國大革命期間 這座橋建造了32個房間 因此在西元1890年 只能將這些房屋拆毀 又是建在橋上的房 我現在已有在進行中 然後我們要換成這個嗎 好笑 他換了 這塔羅牌我好像在報紙上讀過他 在夢中,來跟著我,我會感受到他們的身材 雷諾曼女士,瑪莉安妮阿德萊德雷諾曼 1772年5月27日出生於阿朗松 接受本賭會修道院的傳統教育長大 在那裡,他令人太為觀止底展現了他自己的通靈能力 於是,他進一步學習占卜之術 隨著革命爆發他移居巴黎,並開始他算命的事業 有人說,在那裡,遇見了三位跟革命有關的重要人士 分別是馬拉羅波斯、比爾和聖賈斯特 這些人都曾被他的預言皆會死於非命 說句公道話,這是個非常恐怖的時期 大部分人的下場多半是死於非命 如果這位先知能夠預言,他們皆是搭乘一座 搭乘叫做柯林的黃色街坡船而死 或是被一條過期的法國麵包給刺穿而死 這樣我可能還會驚訝一點 法國麵包刺穿是哪招 由於他的活動令公共安全委員會覺得可疑 於是他在1794年被關進監獄裡 他在那裡結識了約瑟坟德伯阿爾內 他逃過斷頭台的命運 並在行政帝國時期 成功地在日爾曼市區建立了新的占卜屋 許多貴族們急忙地想要聽取他的預言 據說他也曾替拿破崙算過命 但這位皇帝並沒有因此赦免他 在1803年逮捕了他 而在1809年以判國罪再次逮捕了他 他算命認為自己會非常長命 甚至接近永生的地步 不過他在1843年就去世了 這樣子 好啊我跟隨著他 哈哈小鹿的占卜 小鹿應該沒有說大家都活不久吧 哈哈哈哈 中國家 紫可依 我感覺到你自己有生命 在與生命 我在夢中 逮捕你 在一名的殺害傲 住在家所 對嗎 海膽 他這樣到處跟人家講無害會揍啊 I feel an evil present This is somewhere nearby I am sure of it That's him I am ready for this The two of the first choice I thought from the back I think it was an accident I am so dis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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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跟老闆在一起 他們好像不太容易放過我的樣子 這邊還有一個罪犯 好啊 順便 厲害吧 乾淨俐落 他們打起來了 我覺得我要幫忙 強槍好帥 欸 要有藍色的寶箱 快走啊 哇 還有一個黃色的 沒有辦法 我現在正在跟隨這個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幫忙 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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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我什么都没做 他发生大战的 我们干什么 等一下 我们去吓唬一下了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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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了 算了 属于 我把这个任务解完 大概就 时间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任务解完 大概就 我把这个任务解完 还有吗 大家都在奔跑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他在我的眼睛 我看他在我的眼睛 他的上导 金子 奶奶 我看他有空 如果他是太弄死了 跟我在这家里 他们都是为了 他他把这个离拼绕 我们车换转个外走吧 你还要杀死 这带了路人甲好像比较强 你想杀谁就杀谁 帮忙他我也是乱缘 我上次弄 我上次做掉一个那个奇怪的 奇怪的女生 她一直叫我杀人 我上次不是说我要去这个任务吗 诶不一样同位置但是不一样的任务 哇他们终于再去那里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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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要是你 要是你 那些人的命令 是静悲的力量 他们想找到 晓鸥的水 在他的厚所长的 在巴黄的地方 在巴黄的地方 这些卡 这些卡 它们找到了 一部分的 这个方法 将将门打开 卫梦的门 你必须去 去 Notre Dame 去复制这个方法 尼古拉斯弗拉梅尔 1330年生于彭图瓦茲 尼古拉斯弗拉梅尔 后来去了巴黎工作 作为代数消卸员 弗拉梅尔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也因此引起了谣言 他到底是如何这么快赚到这样一笔财富 对许多人来说 弗拉梅尔之所以这么富裕是因为他试炼金术师 他能够转化金属 例如将签转化成黄金或白银 据说在他年少时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有为天使交给他一本不寻常的书 在另外这本亚伯拉罕以利亚撒之书 他才发现了炼金术的秘密 弗拉梅尔曾经前往圣地 获取财富的方法 获拉梅尔曾经赞助圣地亚哥 德孔波斯特屠宰场的重建 现在以及只剩下圣亚哥 圣亚哥波塔 虽然有人谣传仙丹之使令弗拉梅尔长生不老 不过据他了解 据了解他人在1418年3月22日过世 他跟他的妻子一同被埋葬在今天的巴黎 他跟他的妻子一同被埋葬在一起 那是什么东西 射箱鞋架架的殘忍 又是這裡 这里的入口竟然是一个窗户 我刚刚听到有人提到装置 好吧 那个要从哪里进去还是要从上面才知道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这附近的某个窗户 可能还要再下去一点 再下去就没了 不是这里吗 我找不到路进去耶 这条地下道是不会通的 发现目标了 可是 不行啊